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期视频干货呢 非常基础的一期视频内容干货 是针对做Facebook广告 这个小白的一些人群啊 就是我们之前在去找竞争对手的Facebook广告的时候 我们经常使用的一个工具 就是Facebook Ad Library 就是广告资料库对吧 我们找到竞争对手的资料库之后呢 我们会直接Bug去他的视频素材或者图片素材 之前呢我们下载他们视频素材 直接点击右键另存为之后 这里就会提出video的形式 但是现在就是Facebook全部改版了 你另存为它全部是网页形式 网页形式的话我们就没有办法使用 所以怎么才能把这个原视频下载出来呢 接下来我就给大家演示一遍 以一个例子为主啊 这个首先我们要做第一步就是打开这一个广告 然后我们点击检索 就是右键点击检查inspector 然后接下来要做的呢 就是找到这个video 你看它直接出现了 这个video这里src就是source的意思 然后我们点击这一个链接 这个一长串的链接啊 点击这里 就直接出现了这一个视频 你这时候你会发现它是mp4的格式 就是可以直接保存 直接使用了 然后我们点击检查inspector